我们的敦目舰队现在出去到目前为止非常平安 也到了帛琉 虽然帛琉目前没有感染 要求我们的敦支在每一个参访点要戴口罩 如果有确诊案例 我们的下一个港口要不要有应变计划 国民党金民代吴思怀 3月30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就问到潘石舰的防疫状况 现在我们都一切安全 都是平安的人员都经过相关的检疫作为 确定人员健康我们才出去 如果有我们不具备美军这种空中撤离的能量 这个应变计划有没有 有因为我们目前没办法确诊 如果说他有上呼吸道或发造症状 我们会在船上做隔离 有确定我们有安排隔离区 不管吴思怀怎么问 台军方都信誓旦旦表示舰队防疫没问题 结果没过几天返台的盘石舰就爆发了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对于吴思怀的表现 此前不少虚吴思怀的台湾网友 这次大赞吴思怀神预言 据报道 吴思怀从去年进入国民党不分区民代名单开始 就被绿营以抹红方式攻击到体无完肤 连正式进入台立法机构成为民代 范律阵营也不放过他 只要找到机会就围攻谩骂 这种状况对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来说 都不是好事 甚至江启晨上任党主席时 国民党内也兴起一阵 要把吴思怀踢出不分区民代的声音 江启晨选择使用较和缓的方式处理 先和吴思怀肯谈交换意见 并强调要定出一套民代考核机制 才让风波烧歇 而吴思怀也拿出责善固执的态度 虽然不在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 但仍坚持自己的军事专业 只要外事委员会有质询 吴思怀一定到场提意见 盘石剑染疫事件就是一例 吴思怀的此次表现 虽然一扫之前的负面抨击 但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却依旧和吴思怀保持距离 20日召开记者会 批评台海军此次染疫事件 党团明明没人比吴思怀更专业 却硬是没邀请他参加记者会